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本期的这个MVP聚集站的这个活动 我是第三期的这个讲师 我叫梁涂铭 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呢 是讲的是CShop控制台应用程序添加逻辑 在这一部分 那也是属于是CShop基础语法的一个介绍 然后我们会基于这个基础语法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结合一个小的一些项目 Demo做一些演示 首先的话 我做一个我的自我介绍 那我叫梁涂铭 是微软最有加热专家 那也是一些 友商也是有一些合作 然后另外的话 我也是写了一本书 叫深入前出ASB.NET的Core 这本书的话 目前的话 也是在这个项链排行榜上面 也是属于是前五这样的一个角色 然后另外的话 我个人呢 也是这个开发者框架的一个开发者 然后也欢迎大家来订阅我们的这个开发项目 那本人有一个公众号 叫梁涂铭的博客 但已经蛮久没有更新了 那有需要的小伙伴可以更新 关注一下 我会时不时的更新 那今天配合我的另外一个小伙伴呢 是我们的微软学生大使 叫于伯扬 然后我们也请他做一个 这样的一个自我介绍 来伯扬 大家好 我叫于伯扬 我是现贝塔里程碑的博客大使 我个人比较喜欢折腾新技术吧 然后主要喜欢的技术站是 view python 勾乱和tapscript之类的东西 谢谢大家 好的 然后博扬其实是 属于是学的很扎实的一个小伙伴 然后我们今天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的一个主菜 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 今天的一个课程内容的一个项目 那我们可以在这个项目上的话 能够看一下这个地址 我们把网页能打开 然后在网页上的话 能够看到整个第三部分 我们需要学习的学习的内容 那第一部分呢是一个 我们的这个就算布尔直的一个表达式 在CX中做的一个决策 然后第二部分呢 是在CX中使用快的 控制快变量的一个范围跟逻辑 那第三个呢 是使用很常见的这个SwitchCase 也是在大家在今后写代码之中 会经常使用到的一个语法 接下来就是这个货循环 那如果刚刚提到SwitchCase 是一个大家经常用 那货循环这个语法 可能大家用到的频率 比如说在1000号的代码当中 可能它的存在 它的重复的形式 可能会更多 能达到40%到50%以上 那还有就是Do Well和Well语句 那这两个的话就是作为基础 大家都会去学和了解的 那在实际用的过程中 可能会稍微小一点 那最后的话 是一个引导型的一个项目 会由博洋带着大家 把整个前面所用到的整个语法谈 然后我们都在这个 最后的一个项目之中 做一个呈现 好 然后那我们这会儿就请博洋 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在前面的六个知识点 然后我把屏幕交给博洋 博洋那你共享一下 我是于博洋 今天将由我来带领大家学习 上C-shop控制台应用程序 添加逻辑的七个模块中的前六个模块 由于是较为简单的内容 我将通过Mopsoft Learn这个平台 来带领大家学习一下 首先我们进入第一个模块 计算不而表达式 以在C-shop 中做出决策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我们会经常使用各种APP进行登录 那他们是如何判断 我们输入的账号密码 是否正确匹配的呢 这就是通过计算不而表达式 来做出判断的 我们可以使用两个等约号 或者一个感叹号 一个等约号 来分别判断是否相等或者不等 满足条件的表达式会返回true 不满足条件的表达式会返回false 在使用相等运算符这一小节中 我们可以看到 由图式的代码 几行代码 它一共向控制台输出了四行 这个不而表达式的计算的内容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行 它是一个小写的字符串A 和另一个小写的字符串A进行对比 那显然他们是相等的 他们只是相等的 所以第一行应该返回true 那第二行呢 是小写的字符串A 和大写的字符串A进行比较 那么在字符串的比较呢 其实是区分大小写的 所以第二行 我们也会得到false的这个输出 他们是不匹配的 那在第三行呢 是两个整形变量的 整形常量的一个判断 是一和二 很显然一是不等于二的 那第三行呢 应该返回false 在接下来的两行 是我们首先声明了一个myvillow的变量 它是一个字符串类型的 并把它初始化 指为小写的字符串A 然后判断myvillow是否等于 小写的字符串A 那也是和第一个 其实是一样的 只是把第一个小写的字符串A 换成变量而已 那么第四行输出也应该是true 那我们看 这个答案是否这样的 我们往下翻 那就可以看到它给出了我们答案 是true false false true 和我们预想中的一样 当然在有些场景 比如说验制码的场景 我们有时候可以忽略大小写 没必要和验制码一样的大小写 那么我们可以使用 C-shop中内置的方法 来实现这样的一个场景 to upper和to lower 就是一个比较常用的方法 它可以帮助我们忽略大小写 to upper就是让字符串 全部改为大写 to lower就是 让字符串全部改为小写 当然用户有时候会不小心多输入几个空格 那么可以用trim方法来删除几个空格 来避免判断上的一些错误 那可以看到这个代码 第一行的valueA 它其实是有个前置的空格的 在经过trim之后 并把它改成to lower就是小写 然后v62也进行了一个trim 当然它是有个尾随的一个空格 它也会被删掉 然后它也变成了小写 那么他们最终的结果都是一个小写的字符串 A进行比较 那肯定是true了 那使用不相等的运算符呢 就是将其中第一个等于号替换成 感叹号就是判断它是否不等 当然除了等于号和不等 我们还可以使用其他运算符 比如说大于小于大于或等于来进行判断 小于或等于 有时候我们会提前得到一个布尔池 或者计算一个布尔表达式 但我们想要的是相反的结果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个感叹号来取反 这个感叹号又称逻辑飞 有了布尔池和布尔表达式之后 我们就可以使用一副语句来进行判断了 当然对于简单的判断 我们可以使用条件运算符 在很多编程员中又叫它三元表达式 或者是三元运算符 在cshop中也有 它的格式和其他编程员都差不多 都是第一个是一个语句 然后一个问号 问号后面的第一个词就是 如果这个语句成立 那就会返回这第一个值 然后请挨着的就是一个冒号 冒号后面的值就是 如果这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不成立的话 那就会返回这个冒号后面的一个值 由图式的代码 我们声明了一个变量 整形变量 sell amount 它的图式值是1001 然后我们在第二行又初始化了一个 discount的一个变量 它的使用了三元表达式 也就是条件运算符 它对sell amount 第一个它的语句是sell amount 是否大于1000 很显然1001是大于1000的 那么所以我们会取到问号后面的第一个值 也就是discount会被复制为100 然后控制台会输出为100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mapsubselearn之后 它会告诉我们答案这100 那我们这部分的内容呢 就相对比较简单 我们就进入这部分的知识检查环节 哪一个代码行使用逻辑飞 逻辑飞呢 就是在布尔表达式 或者布尔茨之前 我们添加一个感叹号 那由此可见就是第一个答案了 那看第二题 以下哪一个代码行有效使用了条件运算符 条件运算符呢 格式就是语句 问号 然后第一个值 冒号第二个值 那只有第一个选项是满足这样的格式的 那我们就是两题都选第一个选项 我们核对一下答案 是正确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进入 第二个模块的学习 在cshop中使用代码快控制变量范围和逻辑 变量作用域是指变量在程序中起作用的范围 变量的作用域呢 可以分为全局作用域和局部作用域 可以简单来说 从哪里创极的变量就在哪里起作用 我们在这里有一个 有个挑战 在mapsub的内有个挑战 就是要更新这个有问题的代码 我们阅读一下这个代码 首先它在顶部 声明了一个numbers的一个数字 因为它是在顶部的 所以它的作用是整个程序 然后它用什么4H这个进行便利numbers的成员 它并会把这个每个成员给复制给number 这个number呢 就是在4H这个代码块里面 所以离开了4H这个代码块 就无法访问这个number这个变量 同理total这个值呢 也是这个变量也是在4H里面 形成声明的 那么total也离开不了4H的代码块 那total加等于number 那这total和number 其实都是4H这个作用域里面的代码块的 那他们是可以被访问到了 那这一行呢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个异服语句 它判断number 这个便利的对象的number 是否等于42 然后如果等于42的话 它就会初始化一个值 叫fund 一个布尔值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下面 它试图访问这个fund 很想我们是访问不到的 是因为fund是在 异服语句中进行声明的 所以离开异服语代码块 就无法访问到fund这个值 所以我们会 如果将这些代码打到 这个编辑器里面 会看到这个报错的 那如何来修改呢 我们依然可以把 像numbers一样 将total和fund的值 都变成顶层的 放到最顶上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答案是否是这样的 解决方案是否这样的 可以看到 most of the learn 给出的解决方案 也正如我们所想 它把total和fund 这两个变量 都放到了顶层 让它的作用 变得更广 然后让你下代码 都可以被访问的 然后我们不仅 可以注意到 它把total和fund 放到顶层之后 它也省略了 这个if的大括号 当然 cshop和很多变成语言一样 if wild else if这种语句 都是可以省略的 括括号的 不过 当然我们省略的前提 是要了可读性 并且省略的话 它只会执行 紧挨着这个语句的 第一个 紧挨着if的第一个语句 所以有时候 我们不仔细的阅读 或者仔细的去 排查的话 可能会出现问题 所以我们只有在 可读性和一些 条件 要执行的条件 比较少的时候 我们才会优化 这个大括号 我们进入知识检查部分 第一题就是关于 删除的大括号的问题 关于显示或删除 一幅语句关联的代码块的大括号 南向陈述是正确的 第一项是 我们很想是错误的 因为之前我已经提到了 csharp和其他辨识语言都一样 都可以删除掉这个大括号 然后第二项 其实没有这个说法 csharp不像python一样 是根据缩进来划分的语句的 它是根据分号和一些代码块 所以它也没有空格上面的要求 这题只能选c选项 第二题有点长 我们耐心的去理解它 开发人员编写了一些 关于语句代码块的代码 他们将第一个整数变量 初始化为高于代码块 代码块之外的值1 如果第一个整数变量的值大于0 则以语句代码块的布 表达式的计算结果为tru 代码块中的第一个代码行 用于将第二个整数变量 初始化为值8 代码块中的第二个代码行 用于将两个整数值的总和 分配给第一个变量 代码块之后的第一个代码行 用于显示第一个整数的值 执行代码时的结果是什么 有点长 我们首先理解一下 它首先将第一个整数型变量 初始化为高于代码块之外的1 也就是说在以误的代码块的上一层 也就是以误语句的顶层 初始化了一个整数型变量 所以它的作用范围域肯定是要比以误要大的 以误代码块的要大的 1的话 它初始化为1 它是大于0的 所以它这个布尔表达式的计算结果是tru 所以要执行以误语句中的这个代码块 代码体 那这个代码块中的第一个代码呢 就是将第二个整数型变量 初始化为8 然后第二行代码 就是将这个两个整数型相加 并且付给第一个变量 第二行代码呢 也是在代码块中的 所以呢 第二个变量 是在代码块中的 所以代码块中也可以访问 以误代码块中也可以访问到它 是作用率是在它之内的 并且呢 这个第一个呢 整数变量它的作用范围域比较广 以误中也是可以访问到它的 所以这两个 这个复制语句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这个作用率的问题的 所以不会生成错误 并且会显示整数值9 那第三题呢 就是跟第二题有点大同小异 它唯一的 它主要的区别是什么呢 就是在这里的代码块后面 第二题是代码块中 这个第三题是代码块后面的 第一个代码 然后用于将第二个整数值 添加到第一个整数值的值 那显然这是不行的 因为我们和从第一个第二题中 我们得到第二个整数型变量 是在乙符代码块中声明的 所以它只能在乙符代码块中被访问的 而离开了这个乙符代码块中呢 就无法访问到它第二个变量了 所以这一句话 它就暴露了错误 就是错误将由 由于对两个整数求和的代码 进行生成 我们核对一下答案 可以看到我们都分析对了 我们进入下一个模块的学习 使用Cshop中的switch case结构 将代码留分支 对于分支不多的判断 我们经常使用ifelse if这种else这种来判断 但是有时候分支太多了 这个ifelse ifelse这种格式 就会显得太过臃肿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用switch来代替 因为它能更简洁的形式 我们看switch语句如何工作这一小节 我们来了解一下switch语句的基本格式 首先它是一个switch的关键词 然后一个括号 fruit呢 是一个 它一个变量 它在这边省略了 它case apple 然后case banana 然后呢 它的意思就是 如果fruit值 等于这个apple 那么它就会执行apple上面的 这个语句 apple上的语句会在控制台 输出apple well display information for apple 会输出这个 当然我们有break break语句呢 是防止 匹配到这个case之后 往下滑 当然呢 在cshop中 我们如果你不添加 这个break的话 它编辑其实是会报错的 由此可见 在cshop这种开发中呢 cshop这个语言者的 这个开发人员 它也为我们这些开发者考虑到 我们可能程序中 会出现一些潜在的错误 也在通过编音器来帮我们规避 是一种不错的一种语言 当然switch加上break 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 我们进阶一下 使用switch语句完成挑战活动 我们用switch来重写 if else if else这种语句 你可以看代码 首先它是一个字符串 sku 声明了一个字符串 它的值是01 然后-mn-l 其他一行呢 是做对这个字符串 形成的一个切割 是以这个小短红这个杠来进行切割的 那么会生成一个数组 字符串的数组 那么这个数组呢 会有三个成员 第一个成员就是这个01 第二个成员就是这个mn 第三个成员就是这个l 我们可以看这第一块的这个 一幅语句 它是对这个protect0 也就是第一个成员 下面为0 第一个成员进行判断 这个if都是对它进行判断的 对象都是这个第一个成员 如果它这个第一个成员等于01 那么它就会把type复制为switchshirt这个值 02就为t-shirt 当然如果这些条件都没有满足 它会复制一个默认的值 other 这些条件代码呢 也都是一样的作用 不过它的对象是第二个成员 就是product1了 对下标1进行判断 判断它的颜色 那么最后一个这个 一幅的判断呢 你会发现它是对这个尺码定判断 第三个这个成员 下标为2的成员来判断 那由此可见 你看这个if语句写的非常的臃肿 特别大 这还是情况比较少呢 如果多的话 那是不可想象的 那我们就会用switch来进行改写 那改写呢 就是我们分析 他们这个第一个if语句 它都是判断的product0 那我们可以将product0 作为一个switch表达式 匹配表达式 然后这是01 0203作为case来进行判断 然后case匹配成功的代码块呢 我们写这个 而且对type进行复值 如果当然这有些分支都不满足的情况 就有个else 那我们这个order这个值呢 我们可以把它写在difficult里面 然后如果这些case都不匹配的话呢 这个写到difficult里面 接下来呢这个product1呢 这个对于颜色的判断和这个尺导判断也都会同理 所以对于这个一步else一步 这个转化成switch的这个工作呢 其实我们会发现有个特性就是 一步的语句要连续对同一个对象进行判断 那这样的话转成switch才方便一点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解决方案 它是否是这样做的 它就是跟之前一样啊 你发现啊 比这个衣服的语句啊 看起来要顺心很多了 无论从代码缩进上 还是这个这个代码风格上啊 都是让人比较舒服的 也是比较清晰的啊 对product1进行判断 匹配如果匹配到01呢 就是switchshirt啊 02就是tshirt啊 跟之前的逻辑是一样的 当然如果这三个都不没匹配的话 它就会有difficult值啊 我们进入知识检查部分 以下哪一句有关switchcase结构的 是正确的 我们看第一个选项 单个switch部分可以有多个switch标签啊 我们看前面的代码中 我们就了解到了啊 单个switch是可以有很多个case标签的啊 case标签的 那第一个啊 可能是正确的 我们来先看一下几下的选项是否啊 是错误的 switch结构必须包含默认的switch部分啊 也就是它的意思就是说 必须包含difficult的这个啊 这个条件啊 其实是并不强制你要有这个difficult的 并不强制的 第三个选项是case标签末尾的冒号 为可选 这其实是不对的 是一定要添加到这个冒号的 那我们就可以打包票啊 第一个选项是正确的了 开发人员在其应用程序中实现switch 一句break关键字的用途是什么啊 在之前我也讲到就是break它是防止啊 匹配到一个case之后它你不加break它会往下滑 当然啊在cshop中它是会啊 默认的会强迫你啊 也不是强迫就是规范你也要添加上这个break关键字啊 就是我的意思呢就是这个c选项啊 break关键字指示运行是停止计算和阻止执行switch构造中的其他case 这个阻止执行switch构造中的其他case 就是我所说的就是防止匹配到一个case之后 它往下滑啊 这个意思啊 我们核对一下答案 好 我们用一次分析正确 那我们可以进入啊 接下来的这个部分 使用cshop中的for语句循环啊 访问代码块 这是一个重点 因为我们经常会使用到for的循环啊 那 在cshop中呢 for循环是一种常用的迭代结构啊 用于重复执行一段代码一定次数的情况 它会 有次数 那for呢 呃有一些这个格式就是 你可以看这个格式是这样的 那么for的关键字一个括号啊 它有三条语句啊 三条语句之间呢是用啊 封号啊封号来隔开的 是封号不是其他啊符号 然后第一个语句呢是初始化语句的 可以看到它是inter一定于零 那就初始化了一个啊整形面量为零 并把它复制为零 然后第二个语句呢是条件语句啊 它 判断条件矮是否等于小于十啊 第三个语句是这个迭代语句啊 它是矮加加啊 矮加加 就是每执行完破循环之后就将矮啊 向后就加一就加一啊 那这个语句的意思就是我们向控制台啊 从零到九啊把它输出出来啊 输出出来 那这里也告诉我们了它的作用是什么啊 通过这个mopsops论的这个 它措施的代码和它的结果 我们也可以思考 也可以让我们思考的过程 呃也可以验证我们思考 当然我们并不是所有情况下都是要把这个呃 次数都要便利结束的 有时候我们可能是实际上得到一个某个特定的值 呃才便利这个对象的啊 或者是速度或者集合之类的 那我们可以用break来这个中段迭代语句啊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代码是什么 是如果矮等于7之后 那么就会break啊 break啊 啊 它7之前也是会感应出来的 但是之后呢break呢 如果如果矮真的等于7之后 那就执行break之后 这个破循环就被跳出了 然后之后的89啊就不会啊继续输出了啊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自打0 0到7了啊 89确实没有输出 然后访问数组中的每个元素呢 这就是我们破循环常做的事情啊 呃因为拿它来真的从1便利到10 或者10便利便利到1 这个情况确实在开发中不多见 我们常常来就是来啊便利一些数组啊 一些集合啊 我们看这个代码是有个names的一个啊 数组啊 它有4个成员啊 是分别是个名称啊 它的便利呢就是取着names的长度啊 names啊names的话就会4 但是数组呢它是从0开始的 那下标是从0开始 取到4的话我们要减1啊 因为直接取4的话 我们会数组越界啊 就会有问题啊 所以我们要减1 那时候一开始它就会得到这个3 然后3 然后i大概等于0 然后i减减 然后呢我们就会从目 从最后一个 然后往前输出啊 先是这个 然后再是David addy 最后第一个啊 就是不断的往前输出啊 因为我们是从最后一个来的 初始值是最后一个成员 这是我们常用的一种情况 当然啊 便利数组呢 我们啊 可以看到这是使用下标 使用所以来便利的 这是其实呢 啊我们有时候不是很优雅 那我们是可以用for each来便利的 for each来进行便利 我们看到这里使用了for each啊 for each的啊 它和这个上述的这个代码呢 其实是作用是一样的 你会发现它 发现它的代码非常紧接啊 它的语法呢就是啊 类型或者这个var这个 然后加一个变量名 然后印语这个数组或者集合啊 它会不断的从names中啊 拿到一个成员并把它复制给names啊 就是这个意思啊 那我们就可以输出啊 这个names 你这样的同等的作用呢 你会发现for each呢 它避免了这个下背的防御 而且更加的优雅啊 当然 那for each呢 它会有个问题就是 它是在迭代过程中 它是不可以对它进行修改的啊 你可以看到啊 在这里呢 它是如果names代语David 把它改成summit 啊 但是在for each呢 这里是不允许这么做的 是不允许这么做的 所以说我们要使用这个啊 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 那我们还是要使用for 来进行修改啊 在for each中 我们是不允许修改的 也也不推荐 在for each 循环过程中 像这个集合或者数组 再推入新的元素 这样可能会有些死循环的一些这个问题 啊 在使用啊 啊 破循环呢 我们就是 它好处就是避免了这个下标的访问 让代码更优雅的 也让这个 呃 也避免这个直接访问的索引而造成的这个 呃 数组越界的问题 那我们进入这一部分呢 知识检查环节 呃 第一题是以下哪种for each是正确的 我们看第一个选项啊 他是用这三个语句之间呢 虽然这三个语句都是对的 但是他用的是冒号来做间隔的 这显然是不正确的 我们这三个语句之间 我们应该是用分号来进行啊 间隔 那我们看到这三个语句之间是用的分号 但是他最后一个啊 他并不是一个完整的语句 他是这加一啊 他并不是一个语句 他并不是一个语句 所以呢 他在for循环里面也是不被允许的 那第二个选项也是错的 我们看第三个选项啊 第三个选项啊 第三个选项是正确的 他是啊 也是使用的啊 分号中间隔 并且也是啊 有三个语句呢 这个counter呢 加加的意思就是counter 等于counter加一啊 那是一个完整的语句啊 所以这三个都是一个完整的语句 那都是可以执行的 那可以手拿中语句退出for循环啊 那我们可以使用break来 退出for循环 当然啊 我们上述提到了break还可以退出switch啊 那接下来我们马会讲到dowire和wire啊 break也可以退出dowire和wire 不过break呢 是有个缺陷啊 是只能呃 退出离他最近的循环体啊 可能大家会觉得对这个c选项群层移 毕竟return好像也确实可以返回啊 有些情况下 我们确实会使用return来返回这个 退出这个for循环 比如说在多个啊 循环嵌套的过程中 我们满足了一定条件 想要退出整个循环 那我们可以用return啊 用break的话 可能就只能退出最靠近的一个for循环 就没法完全的退出 当然在mossos论者这一章节呢 他是把大家 以这个初学者来作为视角代入的 所以他没考虑到这么复杂的情况啊 所以我们全breaker就行了 那我们来核对一下答案 接下来呢我们讲一下这个 dowire和wire语句中啊 这两个常用的循环体 循环 在上一个模块中呢 我们提到了for循环和forEach循环 它们都是一种迭代结构 用于重复执行一段代码一定次数的情况 但有时候我们并不明确循环的次数 这个时候我们就跟熊 wire循环或是dowire循环 它其实是一种对布尔表达式的一种 计算的一种循环 如果布尔表达式成立的话 那么就会执行这个循环 如果不成立就会终止这个循环 当然dowire有些特殊 它是先执行这个代码块 先执行这个代码体 循环体代码 然后再判断wire 布尔表达式是否成立 如果成立的话继续执行 如果不成立的话 就执行这一次就结束 但是wire 它是有可能只执行一次的 也就是这个条件 它不成立的时候 得到force的时候 它就彼此都不执行 这是两个比较大的区别 我们可以看这里 一个代码 图示代码 是用redom 作为取一个类 用个初始化一个redom类 一个sent 施命的变量 我们取随技术 来取随技术 我们首先都要先对它进行取随技术 来我们来并在控制台上去输出 这个取到的值 什么时候终止 就是当center 等于7的时候就成终止了 如果不等于7的话 就是布尔表达式 它是成立的 这是为true的 它就一直执行下去 一直执行下去 直到它取到7 直到它取到7 那么这种情况是因为我们 用dwell更好一点 是因为我们会先进行一个set能获取 然后再判断 它是否 那如果用while的话也是可以做到 不过那可能就是要 可能要把这个过程先放到最顶部了 你可以看到下面的代码中 我们是将这个值是 从一开始就获得这个值了 然后再判断它是否大于等于3 如果它大于等于3的话 就执行这个循环体 然后输出出来 然后将它再获得一个值 直到它小于3之后 这个循环体就结束了 问题就结束了 当然有时候我们 满足性条件 就是代码 这个循环体的代码有点多 满足性条件 我们想让这个循环体之后 也有些分支 满足性条件 执行不同的代码 循环体代码 那么我们可以用 满足性条件的话 我们可以从Continue来跳过 进入下一个循环 那么如果看到这个代码中 我们可以看这个代码 ifCentern大于等于8 那我们就会Continue 那如果这个Centern 正好取到8 或者等于8之后 大于8之后 那就会Continue 那之后就下一个语区 最后Continue 接下来的所有语区将不会执行 直接进入下一个循环了 下一个循环了 它BREAK是有区别的 BREAK是直接跳出循环了 Continue是 不管下面的代码的执行 是直接进入下一个循环了 进入下一个周期了 这里也有总结 读Wire语句 至少循环访问一次代码块 并且可能会根据布尔表达式 继续访问循环 循环访问 布尔表达式的计算结果 通常取决于代码块内生成 或检锁到的某个值 Wire语句首先会计算布尔表达式 只要布尔表达式计算结果 被处理就会继续咨询 这是我们说到 这Wire可能会一次都不执行 但是Wire会至少执行一次 Continue的关键字 会立即跳到布尔表达式 进入下一个循环的周期 我们进入这里的这个 这一部分的知识挑战环节 这是检查 第一题 开发人员需要循环访问项的数组 数组中的项数未知 迭代代码块中的代码 按顺序检查每个项 以选择符合指定条件的项 所选数组元素的索引编号不重要 这是一个重点 这个数组 所选数组元素的索引编号不重要 在我们之前提到的 有哪个循环是不需要索引编号 那就是Fore一次循环 Fore一次循环 那我们看底下确实使用Fore一次循环 因为Fore一次循环在便利这个数组的时候 它是不需要上索引的 第二题 开发人员需要从用户那里捕获相列表 用户将输入组合线Ctrl加ESC退出 以下哪个迭代语句最适合实现此目的 那Fore一次它这个是有次数的 它的次数是根据你这个数组或者机合的次数 那很显然我们用户按多少次Ctrl加ESC 它是不固定的 那这种关于次数的Fore一次 那么肯定是要排除掉的 那么看接下两个选项 两个选项是比较相近的 Do While好像是比较适合的 因为在Do这个代码块里面 我们可以做一些我们业务相关的工作 然后Wire判断它是否按下Ctrl加ESC 对吧 我们因为我们软件肯定打开之后 第一次就要向用户展现页面提供业务的 并不是第一次判断用户是否按下CtrlC 是在提供业务过程中 我们判断是否按下Ctrl加ESC 所以说我们要至少要执行一次循环体 那Do While在这个业务场景中 在这个场景中Do While是比较合适的 那我们来核对一下答案 正确的 我们进入引导项目的学习 也就是第六个模块中 因为第六个模块中 这个也有些很多内容和之前的内容 是比较类似的 所以说我将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个里面出现的一些代码的语法堂 你看到这里的一个代码主要语法堂 只用在这里 前面的都好理解 都是甚至一些字不串的变量 然后在这里呢 它会多一个问号 这个问号其实就是 Cshop中这种特殊的一种写法 它是一种可通类型的写法 语法 可通类型是一种比较特殊类型 它允许变样的值为 空就是no no 在python中no 然后在很多语言中no 这个一般我们可以复制为no 一般只有引用类型可以为no 就是比如说类这些类型 它是可以为no的 但是像这种int 这种布尔值 它是一种值类型 它是不能复制为no 所以我们加上问号的话 就允许让它变成可控类型 并且可以把它复制为no 当然如果是加了可控类型的话 它可以复制为no的话 我们也要判断它是否是空指针对象 我们要判断它是否为no 然后在语言中 要多注意点 避免空指针引用的错误 这个代码中 就是将red result 变成了一种可控类型 加上了个问号 最后一行 它是strengths 然后一个中括号 中间有个d号 这是cshop中的语法堂 它是一种快速创建多位数组的语法 这种图示的代码 它是创建一个二位数组 如果这样创建非常方便 它不像c语言中 它还要有两个中括号 这样才能创建一个二位数组 三个中括号才能创建一个三位数组 在cshop中 你常用d号 隔开几个数字 那就几个围 几个围的 那是非常方便的 那么访问这个多位数组 也是比较方便的 它不需要多个这个 中国号来访问了 依然我们可以使用d号 来访问这个底下的指 底下的这个 通过d号 快速访问这个对象 这个成员 好了 这就是前六个模块的学习了 有关于 代码 详细细节的部分 将由MVP 梁同蜜老师来为大家讲解 我们把画面切给梁老师 梁老师 好的 刚我有在弹幕里面 看到一个同学提问 说既然Stream类型的 模仁指为路 那么Stream问号 代表的意思 是不是就化石天竹了 那这部分 我稍微阐述一下 我们在C-Hub的语法之中 其实像 像森林的这个Stream will 然后等于一个值 这样的一个变量 那其实 它不是说为Stream这个类型 做准备的 它其实往往来说 它还会有这么int的问号 然后甚至是 words的问号 它这个方便是为了方便说 我们在做项目的时候 有些时候 会处理一些脏数据 或者处理一些第三种可能性过来 比如说你是性别男女 然后有可能是第三个 就是一个 为空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 这是在C-Hub的语法里面 所独特加进来的 但我们从肉眼可见上来看 讲Stream类型的时候 我们默认Stream类型为空 那也是可以的 默认的Stream类型 它为路也是可以的 那在这两者 就是我们人类的肉眼看起来 我觉得是没什么变化 但其实在数据类型的 这个呈现上 在数据库上面的 这个编程的 这个逻辑上来说 它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这个的话 我就作为一个补充说明 好 然后 这会儿呢 我给大家演示的这个项目呢 是我们这一次这个挑战活动里面的一个项目 然后给大家做一个大概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那这个项目呢 那这个项目呢 其实说 是这个Microsoft Learn里面 它的一个 第七个章节 就是说使用OS Code 在Cup控制台里面 完成这样的一个 if else 然后switch 以及for each 或者说do will will do这样的一个循环变量的一个使用 然后来完成一个项目的一个练习 那这个项目之中呢 就是说 让你 它希望的目的就是说 学会了之后呢 你能够灵活的使用到几个不同的这个语法 到底在什么样的场景之下 使用霍循环 或义气 或者是用do will will 这样的一些语法 是更合适的 那在这里面呢 我是将官方的这个例子 然后是提前已经下载好 毕竟已经准备好了 然后它这里面呢 它默认提供的呢 有大概八个这样的一个类型 然后分别是做了一个动物的一个 宿主的一个功能 那这个功能呢 就是说 来查询这个 类存中 这个动物的一个信息 然后给动物打上这个名称标签 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动物的一个添加 但因为所有的数据都在类存中操作 所以说当你退出 或者停止这个项目的时候呢 那这些数据就消失了 那在这里呢 就是我做了一个调整 因为我们知道有不少同学上gethub 不是很方便 所以我在这里面准备了一个链接 大家通过这个链接可以去下载 你可以截屏防流 或者说加右侧的QQ群 然后可以在里面下载这个试列的代码 和对应的PPT 然后 这样的话就是说 你可以下载到 待会我们演示完最后的这个代码 和今天本账所有的PPT有关的内容 好 这里面呢 它是虚拟了一个动物的一个应用程序来说 它的目的说 帮助我们找到这个动物找到新的家园 然后以及这个管理仪器的一个宠物 这样的一个概念 虽然说它只是一个佛学化的一个练习 但它还是给了这个应用名称的一个定位 好 那代码呢 在这里面我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那首先这个项目呢 是属于是这个全CCUP写的一个控制台 也非常非常的简单 但我今天将这些所有代码全部看了一遍 并且过了一遍之后呢 我的感受就是 这个他们的微软这个设计人员 这边他们的开发人员 将这个项目设计的非常的灵活 也非常的好 然后我们大概先来run一下 还有两个 一个是start 一个是final 然后在这个start呢 就代表是这个你刚刚开始做的项目的一个 内容的一个介绍 那这个的话我直接是在这个 控制台应用程序这边进行run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好 当项目运行起来了之后的话 它是我们是能够直接在这里看到它 它有啦 它告诉你说 当前是一个虚拟宠物的应用程序 主菜单下面有八项功能 那第一项就是我们查询出所有的宠物信息 第二项呢 是添加一只新的宠物信息 到这个animo的一个宿主中 那这个我没有这个翻译呢 我没有完全做完 第三个呢 就是检查这些动物的年龄和身体描述是否完整 不完整的话 会让我们补充一个信息进去 那第四个呢 就是保存 就是确保这个每一只动物都有对应到的逆称 对应到的这个个性信息的一个描述 那第五个呢 是编辑动物的年龄 第六个呢 是编辑动物的一个个性描述 那第五和第八 从五开始的这个功能 它是没有实现的 那在我们现在看的这个start的项目呢 从第三项开始它就没有做了 所以我们当输入3的时候 它会给一个提示 你正在更新中 然后我们敲enter键 然后就会重新回来了 所以说所有的功能都是这样 我们来看一下它大概所做的一个声明 那声明呢 就是这块声明呢 刚刚这个余同学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 那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能够看到代码段里面 它做了大概一二三四 加上这个default 是五个宠物的一个信息放在这里 那从我们内存中来处理的话 它一 待会我们让起来 它只会处理 以0到3 这四个宠物的一个信息 那在宠物的信息里面呢 也会有对应到的内容像 好 我们先直接运行一下 我们输入编号1 来查询所有宠物的信息 然后我们能够看到 在这里 它能够将我们在 提前定义好的所有的数据 全部给显示出来 然后我们在第一项里面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第一个功能是怎么做的 当我们输入1的时候 它会 当我们项目运行 它会使用DoWell 这样的一个语句形怀 然后来执行操作 当我们在输入Untergen的时候 它会把之前的信息给处理掉 当我们输入1的时候 它做了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就是去从动物的这个数组中 获取所有的数组 动物的ID信息 然后玩耀就进行匹配 匹配完成之后 最后将所有的这个 动物的一个数组里面的信息 分别便利 分别便利成一个值 打印到我们的屏幕上 所以我们能看到说ID 物种年龄 一层这样的一些信息 依次展呈现出来 那第二个呢 就是所谓是添加一个动物 到我们的这个宿主中 添加的话 我们它会说 你是添加什么样的一个物种 猫还是狗 这块的话 没有 这块的话是说英文 那第二个呢 是属于这个ID号 ID号的话 也是应该它做一个编号 那第三个是动物的一个年龄 然后在这里面的话 就是说输入时 它不能为空 然后第四五六呢 其实就是一些描述性的一些信息了 那你说这输入是可以为空的 好 然后在这个代码之中 能看到说 它第一阶段就是说 我们先去便利说 是否所有的宠物的总数 然后玩耀之后 去将这个宠物数 最后加到我们的这个数字中 保存下来 然后处理它的一个动物的总数 那在这个环境呢 它会去检查 当我们添加到动物总数 超过了它所设定的总数 然后这一块的话 它会就是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提示 那在接下来的环境中 它使用well加上do 这样的一个形式 在做判断 就是说来采用这种循环的一个形式 然后在 在这里面来开始添加你有关 所有跟这个动物有关的一个信息 那在这里面的话 因为是使用了do well的一个循环 所以说它只会去验证 你所有的逻辑是否是正确的 好 然后第二个的话 就是到添加宠物的这个环节 所以我们再做这个 再看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宠物的描述 那这个环节 那这个环节个性到这个逆生的环节 那是比较这个模糊化了 那在最后的树林逆生的时候 它会加了一个 就是说如果你的逆生为空 它会把设置为TPD 就表示说这是带设置的一个角色 然后当所有的环节做完了之后 它就会问你是否要再重复一次 这个输入另外一只宠物 然后最后 你最多人设置的宠物输量达到上线的时候 它会做这样的一个提示 我们现在可以拿这个 验证一下这个功能 比如我们回到二栏的时候 我们可以尝试添加这样的一个信息 比如说你是添加什么样的一个动物 是猫还是狗 那在这里的话 如果我们输入中文的话 因为这个逻辑我没有处理完 当我输入不接入中文 输入猫的时候 它不会给我提示 所以在这里的话 其实默认还是输入英文 那这里的话 你告诉我这只狗的一个年龄 比如我们设置为一岁 然后接下来 它就会说你跟我描述一下 这只狗的一个大小 颜色性别体重 是否有家庭训练这样的一个信息 那比如说我们说 这是一只 一只白色的流浪狗 然后输入个性就是说活泼好动 好 然后最后你输入一个宠物的名称进去 然后比如我们这个地方 我直接叫 我叫金克斯吧 好 然后最后是问你 是不是要添加另外一只宠物 那这个环节是就开始 我就 比如说TOM1 然后接下来 这个2 就输年龄 然后你TOM1共2 然后当其他环节 我都可以进行这个回空 那最后我不输的时候 当我重新来去查询1的时候 我们能看到说 我刚添加进来的一个 第五个种类和第六个种类的信息 就是能添加进来 但如果说我继续是流空的 它都会给我设置为TPD 这样的话就是说能够让我们去确保 第三个功能去做的时候 去做筛选 但现在是这个SATA的一个项目 SATA的一个代码类 所以说这个地方的功能是没有去实现的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看一下 最后写完了这个代码 SATA的这个代码 那也就是在DFinal这样的一个programmer里面 所以大家去看的话 就最后的一个项目的完成度比较高的 还是在这个第三个里面 那第三个的话就是说我们去检查 这只动物它的一个信息 确保它的这个外观棉数 跟它的一个年龄是正确的 所以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能看到说它就判断结局比较简单了 首先我是找它的一个年龄做匹配 是问号或者说这个为空 我都给它做这样的一个调整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说是外贸描述 外贸描述上这个信息为空的 那我也同样要求你输入它的外贸描述信息 然后最后的话就告诉你 它的外贸描述的信息的值 然后最后就说最后告诉你 如果有10个 它会不停的去做这样的一个 或循环的一个过程 然后在这里的话 Final这个项目的话 我用VS Visual Studio来打开 大家刚刚有看到的话 能看到VSCode这边 它已经乱码了 然后这个是这个控制台 输入进去值的时候的一个影响 我这边使用这个VS来打开 它会稍微好很多 好我尝试着将这个字体放大 试一下 好这样的话大家看得比较清晰 好我们继续来罗列 那还是为刚刚的这几只信息 那不会有什么变化 好然后我们来尝试着添加一个新的信息 然后我们添加一只猫 然后我们年龄可以说是三岁 然后比如说家庭的英雄 比如说一只金丝 狼尾猫 好然后接下来宠物的个性 比较懒惰 不动态 好这个时候给它取一个名字 我们名字这边就跟它保定为空 我们不取 然后是否要输入另一只动动物 然后比如说设置为Dog 然后宠物的年龄 然后如果我们设置为不确定 我们输入一个问号就可以了 然后在这个颜色的话 比如说白色小狗 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说 描述我们留为空 逆称这里的话我们保定为空 然后我们不要输入了 所以我们来查询一下 然后能看到说在刚才用 VS Code打开的时候 还是乱码的中文 先用VS来处理的话 它就是这个正常的能够 所以UTF刚8的一个格式 显示出来的一个中文 好在这里的话 我们能够看到说这个内容像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 就是检查这个动物的年龄 和这个身体描述 是不是外貌描述 是不是完整的 然后我们当敲入3的时候 它就会来确定说 有一个ID为C4的一个年龄 是不确定的 比如我给它10岁 好然后这个时候 告诉我外貌的一个大小跟颜色 对吧比如说 并别为生物 好蓝吧 然后完了之后就是一只 黑色 然后年龄的话 这就属于是另外一个了 就第六的 那第六的话我们输入为1岁 然后这个时候 它当我们便利完所有完成之后 它会告诉我们所有的信息 都会是录入完成了 那这个就是这个功能 那它的一个设计上来说 那是很精巧的一个内容 我们在使用过程中可以打着断点 因为今天下午 我在将这个项目翻译成中文的时候 说实话 我是已经很久没有讲过比较偏基础的内容了 那确实我也是被这个环节给惊讶的 你看当我们去做循环便利的时候 打着断点过的时候 它会直接去判断说整个宿主中 你当前有八只宠物 然后你在宿主中 你哪一些八只宠物里面 哪一些信息是匹配的 然后当使用这个DoWell的时候 因为它性能会非常的高 然后去判断下来 然后去便利第一只 然后去放在这个位置 这样不然的话不进循环 我没法直接放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快速的去便利 能看到说是第三只的一个信息 是已经缺乏年龄的一个信息 我们刚提到C4 那C4是我们最开始在项目中 所做的一个便利的一个过程 在这个 在这里面所做的一个种子数据 然后放在这里面所存了 所以说我们的年龄 还有我们的一些外贸信息 还有这个身体 身体信息包括逆称都会空 所以它正常的检测到了 那这一步呢我就跳过 今天给大家讲这个代码段 就是说我们这些代码段 都是从这个Microsoft Learn 这个平台上我们获取到的 就是说在项目开始之前的话 它是在这个 准备环节的时候 它是有会提供这个实验室的一个数据 当我们下载下来的时候就开始做了 那因为这个项目呢 大部分的项目都是由这个 国外的开发人员所写的 所以大部分都会是英语为主 所以这个呢是需要大家去 配合这个中文的文档 去做一个调整的 那在翻译的过程中 其实有很多时候呢 词汇包括一些内容 需要做这个debug的一个调试 那我觉得这也蛮好的 也是锻炼大家 英语的一个过程 然后 好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这个回到这个案例里面 它的一个正常性的一个 知识检查的一个环节 那首先在这里面的话 当然提到说 使用这个VSCode的编写一个程序 再使用这个DOTANET BUILD这个命令 那这个命令是DOTANET CRI的命令 说我们可以从报告的错误性 就是警告信息里面 找到什么样的信息 那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要留意 它提的问题是 错误和警告的信息中找的内容 那我们要从这个问题找的话 那首先看 检测到语法的错误信息的一个 或多个建议 那这个在开发和这个info的信息 你们看到 然后所以说 我们来看第二个就是 韩号有关导致错误的原因 那一般来说 我们找的时候都是找的时候对战 所以说它的正确答案也是第二个 第三个是帮助文章链接 那这个的话一般 不会在这里面有提供 我们一般是通过这个F12 反向这个编译去找 那第三个的话 第二个问题的话 就是do will循环 will循环比do哪个语句更好 那这个就是当 迭代语句计算表达式 在迭代快代码之前 会支持 另外一个就是说 在已知识 那两个情况更好 然后do will和will的这个 这两个语法 其实在使用的过程中 我从我个人这么多年的一个使用 其实在我日常中 用这两个语法都用的非常的少 但其实我一般来说 我对它定义就是说 will循环 当它这个任务执行完了 它正常跳出 那do的话就是先做 然后后跳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的答案 就是说我们去做的时候 will就是说我刚刚提到了 先做 做完了它一定跳出 就是说这些所有的任务项 是已知的 当所有的任务项里面 存在未知的时候 然后去用这个的话 它其实就会大量的 进入此循环 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在大家使用 这个will循环的时候 大家要留意 好 那以上的话 就是我们今天的几个内容 好 我们今天的这个 MVPSG7站 C-Hub基础的第三部分 就结束了 欢迎您去点赞订阅 我们第四部分 第五部分和第六部分的内容 也欢迎大家直接上 MVPSG7去告诉你 更多的亲朋好友 来学习编程语言 好 谢谢大家